《沉默的羔羊》是一部199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 改编是托马斯·哈里斯的小说 由乔纳森·戴米指导 主演包括强尼的逮捕 安东尼·霍普金斯和朱迪·福斯特等知名演员 这部电影也齐深刻的心理描写 出色的演技和令人毛骨爽然的场景而名誉试 影片的主角克拉林逆斯达林·朱迪·福斯特饰演 是一位年轻的FBI探员 他被派往一个看似无解的案件中 一名精神病变态杀手汉尼巴·厄莱克特·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 已经杀死了两名女性 而史达林需要通过与这位杀手的交流 揭开他的秘密并将他省之于法 另一方面 史达林也必须面对自己的心理影 并找到进入杀手内心世界的方式 沉默的高粱不仅有令人惊叹的演技 还有令人毛骨爽然的场景和描绘杀手的心理过程 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汉尼巴·厄莱克特深入忍心 他的冷静、淡定、狡猾和诡异结合在一起 令人难以忘怀 影片也表现了女性探员在当时男性主导的职场中的困境 揭示了性别歧视和心理压力对个人的影响 此外 影片的音乐、摄影和编辑都非常出色 其中 配预为电影增添的强烈的戏剧性和紧张感 摄影展现了片中的阴森和恐怖氛围 而编辑则通过切换场景和视角来营造剧情的节奏感 总之 这部经典的惊悚片不仅展示了一名年轻女探员如何与一名狡猾的杀手队